1840年4月7日,英国的下院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,辩论的议题是,要不要向中国派遣远征军? 漫长的辩论过程中,一位叫小四当东的议员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特殊重视。 小四当东以果断的口吻说,通过他对中国统治者性格的了解,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。 当然,在开始流血之前,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,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,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。 我肯定,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,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。 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,那么在印度我们也很快不受人尊敬,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。 发言结束后,下院里响起了长时间的鼓掌声,在后来进行的投票中,主战派271票,反战派262票,9票至差。 也就是说,如果再多五张反对票,鸦片战争就不会在那时爆发。 大部分议员都十分相信小斯当东,因为他13岁就到过中国,而且还曾经与乾隆皇帝亲切交谈,得到乾隆的特殊关注与喜爱。 原来,小斯当东正是当年马贾尔尼使团赴使斯当东的儿子。 马贾尔尼访华时,13岁的他被作为了中国。 1793年,马贾尔尼觐见乾隆皇帝。 小斯当东因负责为特使踢斗篷的后颜,也得以见到天眼。 在驶往中国的漫漫旅途中,小斯当东闲来无事,向翻译们学起了中文。 小孩子的接受能力是极强的,何况斯当东爵士的儿子智商很高,很快他就掌握了许多日常对话。 在觐见的时候,和珅向皇帝介绍,说这个小鬼子会说中国话,刻板严格的程序被打破了,皇帝微笑着令孩子跪得再近一些,让他讲中国话。 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,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,使皇帝十分高兴,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,解下一个槟榔荷包,亲自赐予该童。 英国人没感觉有什么大不了的,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手工绣成的钱包。 确实了不得的恩典,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。 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东西都视为无价之宝,小斯丹东自己也感到很荣幸,这个荷包后来他一直保存着。 回到英国后,小托马斯·斯丹东并没有浪费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础,中国之行激发了他的兴趣,他继续刻苦学习中文。 中文特长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。 五年后,也就是1798年,他被聘为东印度公司广州分公司的书籍官,几年后就任总管专员,留居中国18年。 嘉庆年间的1816年,他又参加了英国另一次对中国不成功的出使。 这次出使彻底断了英国人通过和平手段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念头。 1817年后,他返回英国南汉普顿,成为下院议员。 中国经历在他心底结下了浓浓的中国情节,但浓厚的中国情节并没有妨碍他向英国人建议进攻中国。 事实上,中国之行令年少气盛的他深感屈辱。 从中国回来后,他就一再告诉英国人,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,想通过和平手段让中国人尊敬英国是不可能的。